不求突飞蒙进 但求神序渐进 你有没有试过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觉得特别的羡慕妒忌恨别人的成绩 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非常喜欢跟别人比较 OK 无论你的成绩是好的还是坏的 你都觉得啊 怎么我都是差人一等 然后呢 每次有这个很严重的攀比心态 无论是羡慕妒忌恨 然后你就觉得啊 我受不了了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比较 为什么我一定要比别人厉害 还是我其实可以 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哈喽同学们 今天呢 Alan老师呢 在这个开场呢 可能会是你要听的 可能有些人觉得啊 我根本没有要跟任何人比的意思 OK 那么呢 今天Alan老师将会呢 专门讲一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妒忌心 就是我们每次 马来西亚同学们 还是家长们大家都喜欢做的这件事情呢 所谓的攀比心态 诶你的成绩好过我 诶我的成绩高过你 我的分数比你厉害 那么请问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还是对于这样子的关系的话呢 Alan老师有话要说 因为马来西亚都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里面 所以老师对于这一个东西呢 特别特别多东西想要讲的 你会发现呢 人比人气死人 然后又一句话讲呢 有比较才有进步 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跟别人比较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观察自己的成绩 我们需不需要去理朋友的成绩 那么当别人的成绩总是好过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心理又要怎么样去接受 怎样去做反应呢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竞争的这个话题呢 Alan老师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现在来社会呢 真的是有一连串的体会 跟一连串的这个想法 那么今天这整个视频呢 我们都会围绕着羡慕妒忌恨 这个话题在旋转的 好了 所以呢 在我们还没有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 同学们记得打开小银铛 还有要订阅Alan老师的视频呢 因为老师会分享更加多的一些精英思维给大家 好 所以呢 在我还没有讲这个妒忌跟比较心之前啊 那上个礼拜还是前几个礼拜 有些同学就可能在我的留言榜下面讲 Alan老师是坏人喜欢跟学生洗脑 呃 讲老实话 呃 我不想跟你洗脑 我也不想你听我讲的话 我希望你有自主的判断 你们要永远记得 Alan老师讲的话未必是对的 那么Alan老师只是提供一个方法 提供一个方案 提供一个方向 让你去参考你的人生应该要怎么走 所以同学们 你不需要跟我骂架 你也不需要来讨厌我 你也不需要很愤怒 我觉得啊 Alan老师讲话很没有道理 Alan老师是一个坏人 要帮学生洗脑 那么我要表达一个很直接的立场 老师只是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分享一些在我生活的一些 理念跟体验 那么我都说过很多次嘛 参考别人的一个意见 是一个捷径 让你学习呢 更加的事半功倍 然后老师也是说过嘛 如果你谦虚呢 去听更加多的意见的话呢 可能你有更加多的参考 可是 如果你觉得我给你的意见 是你不喜欢的 还是你觉得我们道不同 不相为谋的 那就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因为有人觉得读书是很幸福的 有人觉得成长是很开心的 有人觉得 什么说这么多废话大道理 我就是要赚钱 我就是要拿100分 所以各位 每个人都有自己意见的时候呢 请你尊重我 我也尊重你 OK 所以我要表达一件事情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想法 所以就是要扯到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话题了 如果今天人家对你不礼貌 如果今天你做的比人家好 还是你做的比别人差 那应该要怎么办呢 你的心态又要怎样去调节 OK 那么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到妒忌心这件事情 很多同学就在想了 老师请问如果我会妒忌 别人的话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那么我就要问你了 你在这个心态之后的这个结果是怎样的 那我要告诉你 非常多人 非常多的好学生 非常多所谓的学霸 当他们拿不到他要的分数的时候 当他们的成绩考得很差的时候 当他们得到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时候 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伤心的 老师拿不及格的时候 我会伤心 老师可能没有拿到第一名的时候 还是我的成绩突然结一落千丈的时候 我会伤心 那么 这一个伤心 并不意味着什么 那我再重复一次啊 所有的事情都是客观的 没有对与错 没有好与坏 没有yes or no 是你赋予这件事情的价值 决定这件事情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如果今天 因为你羡慕妒忌恨别人 你觉得你自己的成绩差人一等之后 你用的方法是去 可能去讲别人的坏话 讲人家偷看啊 还是讲人家没有实力啊 讲人家什么作弊啊 总之就是想尽办法 去用一些不好的方式 让自己成长起来 让自己好受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妒忌 这个羡慕 这个恨是不好的 因为他带来一个负面的价值 他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 什么意思呢 我有看过一些小学 以前小学的朋友中学也是会发生 当他们拿的成绩比别人不好的时候 他可能会发脾气 他可能会讲别人坏话 他可能就是会特地就是生气啊之类的 OK我觉得如果你 你察觉到自己或者察觉到别人啊 如果你真的是可能拿到的成绩不是你想要的 而你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我觉得不好的 那么你就问我 Alan老师如果今天我用心用力 用尽全力用汗水用泪水去读的书 结果拿出来一个失败的结果 拿出一个不好的结果 拿出一个可能不太棒的一个结果的时候 我伤心请问是正常的吗 那我想你在下面comment给我听 你觉得这样子的妒忌心是正常的吗 我觉得这不是算妒忌心吧 这是人之常情吧 就是因为你在乎这件事情 所以你才会痛心啊 如果你今天很珍惜一个作品 打个比如你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幅画 还是很好的去画一个图画这样出来 突然间被你的弟弟 还是被你家的宠物撕烂掉 咬碎掉 你会不会伤心 我觉得人多少都会吧 可是面对到这件事情 你发现到你自己跟别人比较情况下 你自己有一些不足 那这时候又有人讲到 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跟别人比呢 没有哦 我再重复Alan老师 没有要你比任何人厉害 我希望你比自己厉害 老师的口头禅是什么 不求突飞猛进 但求循序渐进 我不需要你去跟别人比 我也不需要你要拿到个A 我不会特别是因为你拿strict A 我特别看得起你 而老师讲来讲去的就是 那一份态度 当然有些同学就讲 老师你不要讲这么多屁话啦 哎呀我直接学习就好 你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 为什么老师一直要拍精英思维 老师是不会放弃精英思维的 因为与其我教你 与其我教你啊 spoonfit你 就一口一口喂你跟你讲 sajara 怎样考sajara 怎样怎样 然后要一步一步带着你 不如我给你一个概念跟一个想法 给你一条路走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真正可以影响到你未来可以往前走的 并不是说你 呃 这个东西的这个内容 因为如果我今天直接spoonfit你的话 其实讲老实话很多老师都在教 补习老师有在教学校老师有在教课本 有参考书有网上一堆资源 可是为什么Alan老师一直要跟你讲 一个思维跟一个mindset很重要 因为这一个头脑是决定我们未来走的一个方向 所以各位 你对于你的每一个想法 你对于你的每个概念 你对于你每一个在想的东西 你都要很小心就讲 这个东西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要去很小心这颗小小的种子 因为当它发芽起 就变成很大的一个大树了 所以你现在一直灌输一些好的种子 在你的头脑 然后你久而久之它发芽起来 你就发现到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有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idea 很多的positive thinking 很多的正面的思想 这个是对的 可是如果你一直是想那种负面的 你就觉得啊他很烂啊 他不好啊 我很糟糕 我是拉吉 这种负面的东西之后 你久而久之你头脑会变得不好的 各位要记得你的思维决定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决定你的未来 你的未来就是因为你的想法而改变的 我们要真正去引导一个人走向一个好的结局 是必须从他的想法走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的想法跟你不匹配 你觉得这个人的idea不是你要的 你觉得你不想要这样子往前走 你想要用一些邪门歪道 还是你觉得用其他的方式让你更加舒服 Just go on Alan老师没有想要控制任何人做任何一个决定 你不需要相信我 你只要相信你自己 你只要认定你自己 我从来都没有提倡说 你们必须要相信Alan老师 你有没有发现 我有时候我在教书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讲错话 有时候会念错字 That's all 很正常 所以我跟你说 我不是圣人 我也不是最完美的人 所以你们不需要follow我的每个step 你看我也是有点肥肥这样 有点好笑好笑这样子 可是 南无脉 不要紧 我们做错 我们就认错 我们不会 我们就学 我们不懂 我们就问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请教别人 我们谦虚一点 又不会少一块肉 是不是这样子讲 所以呢 我这里要跟所有的同学们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当你呢 在这个班级里面 还是当你在跟朋友竞争的时候 你觉得有一些妒忌的心 你觉得有一点点的难过 No problem 我的英文有点不好 No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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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了好了 等一下变英文课了 哈哈哈哈 OK 好对不起我的英文发音 好 所以呢 我这里要跟同学们 要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有 因为你达不到你要的目标 你因此觉得难过是正常的 可是 之后你要怎样做 如果今天 我达不到我要的目标 我觉得我差人一等 我觉得我不好的时候 你应该要做些什么 努力啊 你应该要更加用心啊 而不是要失去战斗啊 我很认同这句话 如果你不知道 你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麻烦你努力努力 再努力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去读你要读的东西 你明白我意思吗 内容就在那里 课本就在你的手上 资料就在网络上面 只是看你要不要去读罢了 你明白吗 真正缺的不是紫园 真正缺的不是课本 真正缺的是万事具备 只欠你的努力 只欠你的行动 所以我觉得直接的行动带来直接的效果很重要 可是你要有一个对的脚步 像我们讲的 对的脚步的大小不重要 脚步的方向才是重点嘛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 如果今天你觉得你妒忌某某人的时候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never mind 你要做的是什么 要想办法加强自己 如果今天我在我的职场上面 还是我在我的学业上面 我看到有人比我更加厉害 我看到有些人比我更加的优秀 那我应该要怎么办 讨厌他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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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他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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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如果我看到有人比我厉害的话 我会去欣赏他 我会去找出为什么别人会比我好 那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我可以向他请教 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我可以向他学习 是不是讲今天你在班上 还是你在YouTube上面 看到有人比你厉害的时候 你就要生气 no 如果今天你看到有人比你厉害的话 麻烦你去看 用一个欣赏的角度去学习 去请教 去观察 去了解 看一下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提升的 所以各位 整个正面的时态是看自我成长 所以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努力的时候 你达不到你的目标的话 你会伤心是正常的 可是伤心之后的action 伤心之后的行动 才会决定你的未来 你之前伤心之后 你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你之前伤心之后你是选择放弃 还是选择从那里跌倒 又从那里站起来 往前在勇往直前 你到底是选哪一个 所以各位 我觉得啦 适量的比较是可以让人家进步的 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比较 不是跟别人比 而是跟自己比 你不需要去找一个猴子 不需要去找海里的鱼去比游泳 因为猴子就应该爬树 海里的鱼就应该游泳 海里的鱼不应该去找飞鸟去比拼 像如果你是一个学生 你不可能特地去找一些 乐器很强的人去比乐器 像打个比如我是一个历史老师 我不可能就是奥运会的冠军 跑步冠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 所以各位同学 学会去尊敬别人 学会去欣赏别人 学会去观察别人的优点 有些人会很负面就会觉得 哎呀老师每次就是讲那种很好听的话 很像很正面这样子 可是我要告诉你 你怎样的思想 你就会看到怎样的东西 所以我要表达 为什么我每次通过大家的留言 我就可以大概知道 这个学生好棒 因为如果你的思想都是一个好的思想 你会发现你讲出来的话 都是一些正面的话 都是一些欣赏别人的话 都是一些鼓励的话 都是一些帮助别人的话 这个很重要 可是如果你的思想是那种邪恶的 那种很有包袱性的 很讨厌人家 还是很小家子气的 还是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在你身上 你会发现他讲出来的话 都是一些很负面的话 所以我每次讲一句话 敬诸则刺 敬末则黑 所以我们讲选择朋友很重要 好所以呢 我再绕回来我们这个话题 就是讲的羡慕妒忌恨 我不管你是羡慕别人 你是妒忌别人 还是你很爱跟别人比较 那么我要跟你讲一句话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确保自己 在一个不平稳的状况之后 把自己调回来 调到一个positive 调到一个让自己努力的 我没有权利去代表其他的Sajara老师讲任何一句话 我教的Sajara只可以代表Alan老师讲话 我不能代表你去做你的人生 跟去管理你的人生 那是你的事情 我只会把我的人生跟我的经验表达给你 让你去参考 老师之所以愿意分享更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 我讲过了 学习没有捷径 因为学习本来就是一个捷径 我分享这么多内容 就是希望你通过我的捷径 快速地达到你要的结果 当然 我给的这条路 有没有人不适合 可能你是不喜欢学习的 可能你是不喜欢正能量的 可能你是很讨厌我们这样的人的 没有关系的各位同学 你不喜欢你不用跟我骂架 还是你不喜欢你可以不需要看视频的 打个比如啊 我现在在我的YouTube 可能我看到一些人 这个东西我不喜欢 那你不喜欢你就别看 我告诉大家 你的Instagram Facebook 你看到一些你觉得 会对你带来伤害 或者你看了会不开心 像看一些恐怖片 那你就不要去看 各位同学 现在是一个2021年的时代了 我们的思想全部很开放了 想法资讯都很开放了 老师没有办法去约束 你看什么跟不看什么 可是我要跟你说 去看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去让自己更加往前走一步 所以讲了这么多东西 讲一讲去就是讲 其实你妒忌别人也好 喜欢别人也好 我觉得当然啦 妒忌是一个负面词 老师当然不希望大家 有这个很严重的妒忌心 可是我要跟你讲 无论那个路走到哪里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要走回去正道 就是管回自己 你的人生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 是跟自己交代 所以你没有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攻击别人 去责骂别人 去批评别人 你更加多的时间是在去往自己身上去灌溉 你去找一个对的方式让自己往前走 好我不懂大家听不听得懂我要讲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可能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我发现很多同学可能很爱跟别人比较 那么我只能告诉你呢 这些反应啦 因为你在乎是正常的 因为你付出过 你有一些的这个 很在乎这些点都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之后你要怎样让自己回复平衡 之后你要怎样让自己回到去一个对的角度 之后回到你自己的人生 回到你自己那条路 你又要选择怎样走呢 这是最重要的 好所以呢 同样的同学们 我希望你们在下面发表一下 你对于妒忌心 这一个东西有什么要表态的 或者你对于 如果我们很爱跟别人做比较 还是一直妒忌 然后活在一种很生气的氛围内 你会要怎样比较 然后我也想要同学 以自己的角度来跟我们表达一下 就是在下面的comment留言一下 哎那么如果真的妒忌了 你自己会怎样做 还是你自己会怎样去处理你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还是你根本觉得没有妒忌心 还是你觉得你可以成绩就随便都可以 好所以呢 我还蛮想知道学生们的这个想法啦 那么Alan老师总结一句 我的总结就是说 适量的比较是好的 过分的妒忌是不良的 真的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跟别人比较 跟自己比较 让自己一天一天的成长 在我还没有结束之前 请你带走这一句话 不求突飞蒙进 但求循序渐进 好的 如果你视频看到这里呢 麻烦下面给我三颗爱心 同样的要提醒大家 还没有订阅Alan老师的话 记得要订阅 打开小铃铛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免费视频 那么等着你表态哦 下面说出你的看法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